华丽省政府将在8月23号、24号在东大门夜市 绿地共荣公园舞台区盛大举行萨萨日常音乐会 24号特别邀请两位音乐界的重量级歌手 分别是第35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五四岸 以及布农金曲歌王王洪恩在萨萨日常音乐会热情的现身 26号喜好狂吵夜晚由萨萨和Hopplay的精彩表演引爆全场 萨萨以独特的音乐风格以及教育节奏 让观众在充满力量音乐当中尽情释放自我 现场演出激情示意、感染力十足 而Hopplay也是用深厚的音乐素养引人入胜的表演 将其他音乐热情范围到极致 现场气氛瞬间打到高潮 观众在他们的引领之下感受了一场强烈的音乐正感 尽情享受一个充满力量的夜晚 17号登场的《美声甜蜜夜》当中 小道家与比亚苏乐团的表演 一档光彩夺目 小道家与其柔美的赏音和吸引的演唱 让每一首歌曲上发出迷人韵味 无论是深情的情歌还是情怀旋律都出动了观众心弦 除了集中人心的两场演出 活动有讲真大缓解和舞舞演出 也让现场增添了不少乐趣 主持人的观众巧妙互动 让活动充满轻松氛围 而专业的博物表演者在夜空中挥舞火焰 则现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继续了全场热烈奖声 幸福与众们显然出部落经济科 客长主持人表示 喜哈《美声之夜》圆满落幕了 接下来白夜23号举白夜24号的演出 蓄势待发 24号更有惊奇得奖歌手 《五十爱》《黄黄文》的演出 相信观众相当的期待 也欢迎大家前往东大门夜市 原住民桃街自享夜市之间的表演舞台 玉璃共荣公园广场 让大家从音乐当中相聚 共同享受SASA日常音乐会的美好时光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